我喜欢她 想当他们家儿媳妇 所以才接近她的 林维宇 你找死 你对宋怀宁这么殷勤 该不会是看上她了 准备投怀宋抱吧 准备投怀宋 林小姐 我 如果你不想被别人误会 在这里偷情 就把嘴闭上 林小姐 林小姐 林 林小姐 门怎么锁上了 林小姐 请你自救 你不就是喜欢跟男人 纠缠不清吗 怎么 我就不能是那个男人 你说 嫁给了哪个眼下的男人 我丈夫是段荀锐 你满意了吗 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查真相 查真相 查真相需要跟宋怀宁搂搂抱 什么搂搂抱抱 我是个大夫 我只是帮她按下头而已 你自己都所所所为呢 我告诉你 你最好老实一点 守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再接近宋家了 我不接近宋家 怎么找证据交给你 找证据 现在还学会装晕了 头会送抱 你怎么这么疼 李维宇 怎么这么疼 林小姐 您醒了 少将呢 少将从昨晚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喝了一夜的酒 寻初哥哥在哪儿 快去通报 就说我来找他了 宋小姐请留步 少将正在房间处理公务 吩咐了今天不见客 我还想找他骑马呢 林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等会儿 你身上穿的是寻初的衣服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林小姐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怎么还一大清早出现在别的男人家里 平春 给我把寻初哥哥的衣服脱下来 宋小姐 且不说我出现在哪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 你不是也一大清早就出现在别的男人家里吗 林文宇你什么意思 你竟敢在我面前放肆 宋小姐什么意思我就什么意思 林文宇 我 你们在干什么 寻初哥哥 我想来找你一起骑马 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林小姐 孙副官 少将 送宋小姐恢复 寻初哥哥 林文宇的事情我自会处理 你想回去吧 宋小姐 请 你 对着宋正远的千斤大大出手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她先动的手 林文宇 你是不是忘记了自己什么身份 他对你动手扭能怎么样 你要是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你接近宋慧宁 不止是为了查线索那么简单吧 少将以为如何 我喜欢她 想当他们家儿媳妇 所以才接近她的 林维宇 你找死 你 你放开 你 放开 我给你两个选择 挖了你爹的墓碑 抱着它 在我段家老少坟墓面前忏悔 第二 我送你去我厅作记 你自己选 我选择死 想要死 偏要你活着 我要你活得生不如死 我要你父女二人为我段家赎罪 够了 觉得够吗 你们一家贪慕虚荣 屈炎覆势 先有你弟许某已久杀我全家 后有你 杀人如先 你们欺我段家 这辈子还得清吗 我 你觉得你这些年过得苦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觉得我过得好吗 你又怎么了 你身体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想报复我 你也得有命才行 我死了 不正合你意吗 你死了 谁跟我证明清白 来 段勋初 段勋初 你怎么又咳起来了 少江 药熬好了 您药不要先趁热喝了 慢着 我看一下这个药 李温宇 李温宇 你到底想使什么花招 你的药有问题 药差在哪儿 我跟老师说 你证明 你可能会不会 你可能会不会 你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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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